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投资品种之一 起走势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如今黄金虽然退出了流通领域 但依然在现在的投资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刺激性财政政策 一方面2017年 美国的财政政策大转向 由以税改为核心 刺激了美国社会总需求 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 导致新兴市场等地股价汇市成压 避险情绪上升数据显示历史上 美国财政政策扩张时 黄金价格都能迎来拐点 例如在小布什政府减税期间 金下债之后开启了长期大牛市国内这边 并吸了粗广形增长更注重GDP的质量 工计测结构性感觉如火如荼 以上这些意味着中美这两个大国对于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 将持续增长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黄金价格的支撑通胀预期 以历史数据显示 美国近15年的CPI走势 与国际金价趋同原因 在于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 企业投资增加 从而雇佣更多工人人们的收入 多了消费 就多了通胀就来了 而黄金除了投资需求外 还有收藏 装饰 保值等众多用途一方面 人们对于黄金的需求 增加了支撑的金价 另一方面 市场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期望和通胀的担忧 使得黄金在预期和避险情绪影响下震荡上行 有人说通胀的上升不是代表着经济好转吗 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为什么会上涨呢 要知道低通胀高增长的 才是理论上最健康的经济增长 但实际情况下 经济的增长不可能没有通胀 因此在这种复杂机制影响下 未来黄金会处在震荡上行走势中 美联储加息放缓去年12月 美联储再次加息2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利目标区间上调至2.25%至2.50% 但当前美股大跌美债风险暴露 现实摆在面前再加上特朗普的讨伐 美联储开始放缓加息步伐 将2019年预期的加息次数 由三次下调至 两次经过连续三年周期的加息 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脱离了零利率区间 这就意味着美元资产的负利率状况得到改善 一旦未来无风险利率超过通胀率的话 资金都将流向其他资产 从而对黄金价格造成压力 因此黄金价格与美元资产实际利率的走势 基本是负相关从这个角度看 黄金价格未来很长时间会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而遭到压制 强势的美元指数特朗普上台后 一直推行的是强美元政策 而美联储加息也使得全球美元回流 因此在未来中期来讲美元指数下行的可能性很低 而美元利率上升后 将导致新兴市场资产成压美元的相对强势 会抑制黄金价格 政治风险中长期来看的话 中美摩擦英国脱欧后影响 欧洲民粹主义和中东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是未来市场的长期阴影 因为地缘政治一旦失控的话 会直接拖累实体经济复苏 同时击溃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 而全球的恐慌情绪也将利好黄金价格走强 总结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 主要有市场供需 美元指数 利率 基本面和地缘政治 但往往这些因素会在同一时期 同时影响金价因此从中长期来看 能够大致预测的只有地缘政治风险 另外 黄金是以美元定价 因此黄金对美国的宏观政策走势高度敏感不过 当黄金价格在合力之下 处于均衡时资金 往往也会抛弃黄金 寻找更有投资价值的资产 所以未来十年金价的走势说不准 就像你无法预测下一秒的股价一样 如果你觉得文章很棒 对你有帮助 可以关注作者的微信公众号 小白独裁经ID 订阅更多的优质原创推文 我们不追求高大赏 只用普通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大白话 让你学财经懂理财 感谢观看